马克宏就曾经呼吁习主席 希望你可以来想办法 让俄罗斯恢复理智 能不能成功地说服习近平主席 来促成这一次俄乌上面 在7月份即将会有的奥林匹克休战 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 现在俄罗斯是势如破竹 当然这个时候不要暂停 你喊停之后我整个公司受挫 他现在刚好可以对乌克兰的军队 秋风扫落叶 干嘛这时候喊暂停 这一次习近平到法国去 马克宏会提出来 这方面的要求跟习近平讲 但习近平可能都有他看的看吧 这一次在这场战争中 当然绝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中国大陆了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在5月份即将要出访欧洲了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这一次出访欧洲 有几个比较大的重点 就是在5月6号这一天 他会在巴黎来会晤两个人 第一位欧盟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还有去年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范德赖恩 他还给范德赖恩不好的脸色看 当他去访中的时候 今年的状况我们也会来做持续观察 另外一位他要会晤的就是 法国总统马克宏 好我们来看到 马克宏他这一次特别在 即将要会面 他们将在这一次会面上 会请习主席来协助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国际关注的乌俄 能不能来做一个调停 目标是实现在今年7月份的巴黎奥运期间 要达成乌俄奥林匹克休战的一个目标 好我们知道在去年 马克宏就曾经呼吁习主席 他说希望你可以来想办法 让俄罗斯恢复理智 我们看到不久之后 习近平他确实当时就跟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司机通上电话了 这一次大家也期待说 马克宏能够再次发挥 他的外交影响力吗 能不能成功的说服习近平主席 来促成这一次俄乌上面 在7月份即将会有的 所谓的奥林匹克休战 将军您看好这件事情吗 我认为不看好 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攻的一方势如破竹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结 现在俄罗斯是势如破竹 他当然这个时候不要暂停 你喊停之后 我整个攻势受挫 他现在刚好可以对乌克兰的军队 秋风扫落叶 干嘛这时候喊暂停 我们看强的一方 我们看这是尾巴冲突好了 尾巴冲突的话 大家都希望 哈马斯座组织希望 我们休战一下 都希望我释放人子给你 把以色列人子放出来 以色列都一直在那边 秋风扫落叶一直杀 这从去年的10月7号到现在为止 打了7个多月了 还是不停 不停 不可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在联合国的 那个大会 也要求以色列停火 都这样子 以色列甩都不甩 为什么 一甩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哈马斯组织 可能就会做斩护 反攻 同样的 对乌克兰这个时候 如果是喊暂停的话 那俄罗斯的话 他的军队是不是马上中错 刚好现在的时候 整个俄罗斯大军继续推进 刚好这个时候趁正追击 刚好这个时候 可以这个秋风扫落叶 扩大战果 这个可以扩大战果 你喊暂停 那我怎么打 马上这个时候 乌克兰可以利用这些使用做整补 那这个时候俄罗斯所付的代价 就会提高了 所以我认为 这一次习近平到法国去 马克文会提出来 这方面的要求跟习近平讲 但习近平可能他有他的看法 那你要不要 要不要是 俄罗斯去接受乌克兰 让乌克兰去接受 俄罗斯所开出的条件 要不要 那一定不要 因为开出条件就是隔离投降 那乌克兰不会开出 不会接受这个 那就很简单 那就习近平没有办法 在这一方面去说服普廷 在军事上面的做这方面的决策 那第二个 今天法国马克宏提出来 要习近平去做个说客 去跟普廷去说 那今天普廷也会讲 你为什么法国英国 意大利还有德国 还有美国一直供应武器 给这个乌克兰 你如果法国 如果没有供应任何武器 给乌克兰的话 法国长这话普廷会听 你拿了武器给他 你是跟我在作对 这个时候你现在要求我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 对 说不过去 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不提供武器给他 你一讲的话我会听 就是你会供应武器给他 你似同跟我俄罗斯宣战 因为你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那我乌克兰凭什么 我今天为什么不继续来打乌克兰呢 今天普廷他一定很清楚 这一次是第三十三届 这个夏季的奥运 由法国是在巴黎 为什么这次办得很棒 他开幕联礼不是在主场 在塞纳河办 这幻觉很慎重嘛 而且是巴黎第三次主办 四季奥运 夏季奥运 那很清楚嘛 他想要办得很成功很大嘛 如果这一次能够 他能够说服习近平去说服普廷 那对马克宏来讲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个非常大的战果 我看我不看好 我认为在这一方面 这个习近平可能会 归马克宏讲 爱莫能助 了解 会这个状况 所以那这样子马克宏也只能干瞪眼 那最主要回到基本面 就是我们讲到的 是要谈到经贸的问题 因为法国也对俄罗斯有经济制裁 那法国也同胖 还有法国内部的问题 希望多卖点东西给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法国在亚洲最大的市场 他们最大的贸易就在中国大陆 那在亚洲过来的 包括超过日本 包括超过其他国家 那这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空中巴士 因为我们知道的 波音公司出了很多的问题 那刚好利用这些时候买转单 那转单转到哪里 刚好是法国 法国利用这些时候 是不是在多买我一些空中巴士 有些空中巴士 因为这个航空工业 它是个龙头 它牵扯到非常多 我们知道航空工业 在这一方面的市场的这种 它的各个的公司都要公布 就跟我们讲的房地产 是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之母 为了带动所有的生产的前进 但是法国的空中巴士 带动周边的产业非常的旺盛 不管是德达说 或者是我们所讲的的NBDA等等 都有这个商机 所以法国今天我们讲的 不光是奥运 今天习近平接下来的话 希望习近平带着大量的订单 来跟法国下单 是 好 就乌尔战事上 习近平主席现在要调停 咖有他的困难处 不过这个和欧洲的经贸关系 确实比较有机会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中国驻 法大使卢野沙 他在这一次针对习近平主席的欧洲行 他说法国是欧洲 欧盟的盟力 谋新核心大国 中法关系也是中欧关系 很重要的一环 而且这一次习近平 他去欧洲的目的是要来 希望来抵制对华去风险 跟降依赖 能够做到吗 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现在法国也买了许多 提供了非常多的空中巴士 希望中国能够买单 老师 当然因为法国总统马克宏 一直强调要效法戴高乐 要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所以这个当然使中国大陆 不少人对他是抱以很高的期待 但只是说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说第一个 法国目前为止 目前也在积极发展 他国内的电动车产业 所以当然他对于中国大陆 价廉物美的电动车 对于法国的冲击当然是蛮大的 所以法国能不能够全力支持 中国大陆 就是能够协助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商 去克服目前现在欧盟进行的调查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值得观察 第二个就是说 他既然找了冯德莱恩 其实我觉得感觉上 他也是要给自己买一个保险 就是说他不希望被欧洲人认为说 他是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 而牺牲欧洲的利益 或者法国的利益 所以我认为从这个姿态来讲 看不出来会有很大的突破 可是他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甚至我认为说不定 还会有一些些微的修正 为什么呢 因为整体第一个在这个前 就是上周王毅跟这个伯恩 就是马克宏的外交顾问通话的时候 双方都谈到的就是说 希望有一些具体的合作 包括AI或者包括气候变迁 其实法国也希望能够吸引 中国大陆的企业来法国投资 特别是一些高科技的产业 第二个其实整个欧洲 包括不只是法国 现在德国也希望鼓励 中国大陆的投资 因为德国本来去年要提出一个 加强外来投资审查的 但是最新的报道认为 提到就是有揭露说 现在可能这个构想也要放下来了 就是怕说因为有这个 比较严格的规定 会影响到外国投资到德国来 当然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来的投资 所以整个欧洲现在的氛围 其实是希望中国大陆 有更多的投资到欧洲来 因此在这样子一个氛围底下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调查 其实就不能下手太重 当然最后可能双方要找到一个下台阶 能够去解决这个双方目前所碰到的一些 法规上的一些障碍 是 谢谢老师 好 这一次中国大陆到这个欧洲行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带一路 针对两个国家 塞尔维亚跟匈牙利 希望在那边能够建立货运铁路 尤其是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之后 希望有一个新版图 Boss怎么看 这个显示中国也知道 不管是欧洲国家多少个 或哪一个国家批评中国 目前跟中国关系变得比较不好 欧洲还是有很多国家 那里面一定会有 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有几个国家 还是会想跟中国交好朋友 这个中国也知道了 所以这次他特别去斯尔维亚 还有亚洲 因为这些国家 目前他们的领导人 是对中国比较好 比较友善 赶紧来关心到乌东的最前线 我们要知道 现在乌东前线持续的胶着战况激烈 最新进度 他们在后退了 在后撤达到了22公里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最前线的战事 牵动的是整个全世界的局势 最新局势是距离首府 盾内磁克在22公里处这个地方 阿夫迪夫卡这个地方的一个乌克兰的防线 也正式的确立 遭到突破了 现在外传 俄罗斯的军队正在持续的扩大进攻当中 控制的区域包括了乌东 我们昨天提到的前线三个村庄 正在进行战术的撤退之外 这当中接下来要具体来观察的就是他的乌东重镇 奥切雷泰英村的周围村庄可能将会逐渐失守 我们现在眼看战况越来越危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8日晚间 线上演讲再喊话 他说乌克兰的军队目前已经撤回东线三个村庄 以西的新阵地 他也坦承现在前线局势快速恶化 希望各国尽快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 让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跟北约当中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战局 为什么俄军可以持续的不断往西的部分 来去前进 战术上做对了什么 上次将军也有说 他们在这个第一线的部分 这边没有做好一个防线 才会导致失守 那么更多的武器进去 如果防线还是没有做好 是不是也没有用呢 将军怎么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时候 竟然这个俄乌战争要打 乌克兰它是属于弱的一方 守的一方 守的一方一定要有防线 竟然守的一方没有防线 我认为它最少有两个防线 结果一个都没有 一个是巴哈防线 我们叫做这个哈尔科夫 到巴赫姆特 所以巴哈 巴赫姆特到哈尔科夫 又有一个防线 我认为 我刚刚刚看到巴哈防线 为什么没有做 竟然是守的一方一定要做防线 没有做 巴哈防线如果没有 巴赫姆特到哈尔科夫是没有的话 那第二个防线地涅伯合 地涅伯合防线也没有 两条防线没有 那怎么是守方呢 你说的是攻势 攻势是要向前推进 所以不要防线 我是攻势 乌克兰是典型的守势 结果竟然没有防线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 很大的战略错误 这个很清楚 但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知道他没有准备 这场战争对乌克兰来讲 是没有准备的战争 竟然是守势 守势一定是弱方 弱方又没有准备 那没有了 所以我说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 整个战略规划没有 没有国安战略规划 那现在的话果然面临苦果 西方国要再给他更多的武器 现在大家到波兰港国去看 那武器追的满满的 那西方国要给他的 用不到前线去 满满的 现在想要拿这个武器 拿火力去取代人力 现在武器给他那么多 你看他现在武器还是扎牌军 他的坦克是用 德国的报夥的坦克 风暴引影是意大利给的 那人员装甲一秘就是英国的 那美国又帮他收购了 他要的海马斯的火箭 这个是 你看他这个各国要都有 武器装备都不一样 被国际杂牌军 怎么样去发挥火力 你每个系统都不一样 如果是一个 我单一系统 我很容易发挥 你一下又是苹果系统 又是 我们讲的华为系统 又是 中国大陆的其他系统 又是日本的系统 你太多系统了 你怎么样去整合 这个是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完毕之后 还有一个 这些武器通通给他 他还要去训练 他没有训练 他怎么样发挥战力 不是说直接给他 他就会使用了 你结果一给他之后 还没有上手就送到战场 那这样子 一个武器性能百分之百 他大概发挥了百分之二十 那百分之八十没有办法发挥 为什么 因为是急救张 仓促成军 无以发挥火力 这个状况 好多问题 后勤的问题 国际的 他都那么多的武器给他们 有法国 意大利 德国 英国 美国 都给他 怎么样去操作 问题太多了 防线没建立 训练没办法落实 国际杂牌军的武器系统 整方七八回 现在美国 像世界各国 从乔治亚那边 乔治亚共和国那边 收集了81架的 老式的米格29 米格27的攻击机 还有苏凯24的 对地打击机 给他81架 蛮便宜的 说要送给乌克兰 叫乌克兰去使用 第一个飞机救了 第二个 飞行员怎么办 哪边找飞行员 飞行员拿来训练 不是说我马上会飞就可以了 会飞是一回事情 就要发个一年半载 然后又要是 战术科目 战术从怎么在战场上 对地打击做战场主角 或者是密接资源作战 这又是另外一个方式了 你要怎么样去 飞行员不是说 马上就能够训练一下 就可以飞行 就可以去作战了 现在收集这些 而且这些飞机 说实在都已经过时了 米格31 米格29 米格27 还包挂了苏凯24 这不是说收购到了 送给乌克兰了 乌克兰马上就能够立刻成军 然后发扬火力 对俄罗斯的军队实施战场打击 没有 所以我们看那么多 我们看看英国这个国家 英国这个国家 就给它1600枚飞弹 然后各种的小型的炮弹 大型的炮弹中架起来400万 它就是 现在乌克兰就是不断的发扬火力 发扬火力不行的时候 就赶快做撤退 为什么要做撤退 如果不撤退会被围迁 被包围 包围之后殲灭 被围迁了 所以他一定要撤退 战术撤退就是把土地让出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整个乌克兰来看的话 它是没有准备的 其他国家再给它 那么仓促的鼓劲给它 那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 也没办法立刻发扬火力 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整个战事的逆转 是对乌克兰一直是不利的 不利的状况下 会变成一种 我们讲的恶性循环 它的士气低落 第二个它会有逃兵 所以统统加起来对乌克兰来看 战抗的发展是不利的一方 是 好 总结一下 在守的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攻的方面 守的方面 这个战线根本就没有做好 一开始的战略就没有定好 攻的部分 将军已经帮我们特别提到 各国来自送给乌克兰的武器 实在太多了 系统也整合得很困难 接下来拿到这些武器之后 还要做人力上的训练 不知道又要花多少时间 刚刚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 一个国家波兰 说这个国家 现在有堆积了很多的武器在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来看到波兰 这个大后方也不对劲 它在波兰跟乌克兰的边境 这个地方 其实这边全长达到了500多公里 现在有800万人都住在这个边界区 过去这个地方做什么的 它很多的货物跟非法移民 都会从这边的边境 来特别进入到欧盟 但是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在爆发之后 现在说波兰 它的农民跟卡车司机 联手封组了它数个边境的关卡 防止乌克兰的货车司机 他们可以越界做一些不公平的交易 或者是产生这些倾销的问题 但是现在传出已经局势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边境关卡全部的解封了 而且现在在卡车的部分已经双上 可以来进行运行了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也是来自于乌克兰的 现在说是有数十位年纪 都超过了60几岁 阿公吉的这些老兵 竟然是怎样 在扎波罗勒东南部的基地 他们现在组成了所谓的 机动炮兵志愿部队 活力的部分达到122毫米 冰雹火箭弹都已经被妥了 看到画面上老兵都已经上战场了 现在到底缺兵的状况有多严重 我们先来关心 刚刚说被关注的关卡 为什么现在又要被打开了 我们看到两则看似 好像没有什么相关的新闻 但是都可以看得到波兰自己也非常紧张了 可能这个战线会逐渐的往西走 卓老师怎么看 好 第一个我们看到 为什么波兰的边境可以解除封锁 主要是因为波兰政府提供的补助 所以就缓解了大家的农民跟卡车司机的不满 当然这个问题 如果在俄军一旦扩大战线 在乌克兰能够会 如果一旦他在乌克兰继续攻城掠地 可以想见会有更多的乌克兰人通过波兰的边境来进入欧洲 同时也会有更多的乌克兰的商品 会继续冲向欧洲 这些当然都会是波兰会担心的事情 所以这个当然是第一个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俄乌战争持续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 波兰会担心 第二个当然我们看到其实整个乌克兰的战线 现在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麻烦 第一个是他人力不足 所以他现在降低他的这个增兵的年限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军火的供应来不及 所以现在当然俄罗斯更加紧的要加快他进攻的步伐 因为他要在美国的这个物资送到之前 就要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一个就是在这个阿富迪夫卡的北面 另外有一个小村庄叫做巴赫姆迪夫卡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小村庄已经被二军占领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已经向北推 因为他是本来这个阿富迪夫卡是在南部 然后他向北持续推进 另外一个现在新的一个焦点 就双方攻防的一个焦点在这个查苏夫亚 查苏夫亚在哪里呢 就在巴赫姆特的西边 就是不断地向西向北推进 所以整个乌克兰的防线是不断地向西向北后侧 因此我们看到乌克兰现在的确情势是非常紧张 那能够因为美军的物资如果进来 特别是如果还有新的武器进来 能不能够马上派上用场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另外一段事 另外乌克兰可能要去准备的 那在这个美军的物资到了 然后乌克兰的训练能够到位的这一段时间 他怎么样挡住俄罗斯的攻势 另外一个当然比较能够期待就是F-16 能不能够几早地来到 因为乌克兰他已经有人力在投入F-16的训练当中 那如果F-16能够来到 就是几早来到乌克兰 当然也可以去扭转 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空忧 对于他要守住这个防线 当然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看到这一部分的进展 好 现在武器迟迟都还没有来 有一位这是北约的秘书长 他就是北约的秘书长史托腾婆格 他就非常的不满 他在4月29号这一天访屋的时候亲口坦诚了 他说北约的成员国最近几个月 你们都不能够履行自己当初的承诺 现在对乌克兰的军火援助要赶快加快了 他也补充说美国你决定要批准了 6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还有他还更提到了几个国家 英国 加拿大还有其他盟国 他说你们也有一个一篮子计划 这个也都没有到 盟国最近几周一直 他说要一直来加强交付的力度 我们看到史托腾伯格 他现在是北约的最高级领导 他有什么方式能够确保说 这些武器真的能够被正常的交付过去 Russ 怎么看 这个北约领导长斯托腾伯格 他唯一的方法是依赖 他的个人的说服力 他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来说服 不管是美国或北约其他的国家 加速 他也知道为什么送货有这么慢 因为很多国家已经先后 能给乌克兰的先后已经给了 那另外是供应链 因为有很多需求 很多要求 很多国家都 他们在供应链有出现问题 不能那么快制造武器提供给乌克兰 或提供给自己了 或提供给台湾 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 不是最近的问题 已经是一两年多的问题了 所以最后 斯托腾伯格只能依靠他的 他的说服力 但是说服力也是有上限 因为如果真的没有货的话 那就没办法立刻送给乌克兰 所以主要还是供应链 他再怎么样说服 听起来是没有什么用 是这样子吗 差不多了 不管是制造新的武器 或用交给乌克兰先后 都有缺了 所以有缺就是有缺了 不管北约民事长说什么 还是有缺了 那他也批评了拜登 就是有关于美国 他说你交货太慢 你又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也知道在北约全国里面 美国还是老大 所以他可以暗示批评 但是直接批评我太大声 他直接批评美国 就会有负面的效果 他也知道 所以他可以暗示 但是不能太直接批评美国 毕竟美国刚刚通过 这么大的军援的预算 所以还是美国是最大的帮忙 乌克兰的国家 还是是美国 所以他 斯特尔布克也不能 那么直接的来批评美国 好 这一节赶紧来关心 是乌东目前的前线的战况 到底有多激烈 这一位是来自于武装部队的 总司令瑟尔斯基 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 瑟尔斯基说 乌军目前是已经被迫 共是有三个村庄 都在进行战略的撤退了 而且俄军仍然继续的沿着 超过1000公里长的整条战线 持续的展开攻击 特别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在乌东的重镇 这个地方是阿夫迪夫卡 以西的地方 正在爆发激烈的会战 再来看到 俄乌目前的战略又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战争上面 主要透过导弹 无人机 他们互炸彼此的能源 跟军事设施 狂轰母炸之下 路透社的报道 现在乌克兰当地 已经有八成 它的传统热力发电 还有35% 我们看到它的水力发电的能力 都已经受到严重的受损了 导致乌克兰现在到处都停电 我们看到俄罗斯朝自己的 能源设施发动攻击 乌克兰就赶快也发动回 距它的夜间大规模 无人机的攻势来袭击 现在俄国南部的 克拉斯诺达地区 一共在当地有两座的炼油厂 也受到了侵袭 我们可以看到 俄军这一波攻势 已经非常的明显 在战略上 除了就是冲着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如今还多了铁路的设施 目的就是要瘫痪 什么呢 接下来美国即将要针对 乌克兰的军援 可能即将到位了 这当中军援 这几天我们也帮您提到了 乌克兰提供的部分 包括来自美国的部分 包括610亿的军事援助之外 再加上26日最新宣布的 加码的60亿美元 也提供的是 乌克兰现在最需要的爱国者飞弹 还有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的 拦截武器等等 现在感受上 让俄罗斯真的很紧张 很不安 一波大规模的攻势 我们可以看到 因此正式的展开 我们赶紧来关心 基辅原本认为收到 美国610亿美元援助方案 所送来的这些武器 就可以稳定战局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怎么回事 他的东部战线的战况 突然间快速恶化 怎么回事 卫元 我觉得瑟尔斯基 他讲话是讲得非常的巧妙 可是他想要掩盖一个 很严重的事实 就是说被迫从三个村庄 做战术撤退 不是是被击败的 而且被击败的灰头土联 这个灰头土联 没有任何可以解释 就一个理由就是士气衰退 士气崩溃 因为那个奥切 那个叫很奇怪 给你们讲奥切什么 吐那个城庄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据点 结果呢 照道理的话 俄罗斯的军队 直接从正面打进去 就其他人就吐了 就表示他的士气已经衰退了 而且其他人也没有要赶过来救的意思 那如果这样一突破的话 那整个那一条战线上面 已经不叫战术撤退 而是士气衰退而溃败 所谓长达一千公里的战线 俄罗斯展开攻击 这个距离事实有点远 因为俄罗斯是蝉死 一步一步蝉死 很轻松的打 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 什么打规模的攻打 就现在 我们只是确定前一段时间 乌克兰发现很大的错误 就是把三年的一个议期 服役就可以退役的东西取消以后 现在很多乌克兰军员根本就是 打仗就有气无力 所以很明显的 一个已经九个月没有轮調的军队 去面对一个每一个月轮調一次的军队 你问政总编都知道了 那个度假回来的俄罗斯军队 跟那个一直在战场上 呆到已经感知能力衰退的乌克兰军队 这样一接触一打的话就退 一接触打就退 所以在阿夫迪乌卡以西爆发激烈废战 也不是事实 他的坦克车没有 没有 只看到轟炸 然后炮兵打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废战 而是只要一接触乌克兰就撤退 接触撤退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已经不是武器能够加强了 那你美国给他610亿 200多以上补逆美国的库存 已经被乌克兰消耗掉了 100多亿说要做什么 买一些新武器给乌克兰 只有90亿到乌克兰自己去发薪水用的 这个根本无关紧要 那你乌克兰说 去攻打俄罗斯的能源设施 问题是俄罗斯体量太大 你打他南部 对他国力根本没有影响 可是当你俄罗斯攻打你这个 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或能源设施 你就那么一点点而已 一挡都没有 所以你说80%的发电厂被打了 可是不要忘记 你打那么多 他练油厂只占他比例一点点 这个就是国力差距太大所造成的 那你说俄罗斯要破坏铁路基础设施 时候摊贩军用品 这早就在做不是昨天做 因为乌克兰的很多的运输路线 基本上就是说他的铁路运输已经成为 差不多在靠近乌东的话 已经有百分七八十瘫痪状态 然后他的铁公路很多地方 已经被乌东的公路的部分 已经被俄罗斯的军队在很多据点上面 已经给控制住了 这是最麻烦的事情 所以乌军今天的颓势有指挥不当 换种司令不当 还有人员不够你搞了一个所谓的延长议期 士气衰退 这个是没有办法用武器去弥补的 你不能期望每一个人在战场上挺久各位 还有很强大的为国牺牲的决心 那个是不现实的事情 所以乌克兰军队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他们领导的系统上的作风有问题 你说好吧给你先进的这些防空导弹 那你只能防基辅 现在问题是来了 俄罗斯兵要打吉普 那你说能不能把所谓的陆军战术导弹推到战场去 你又不敢 推到战场去俄罗斯就拿匕首导弹来打你 又不是没有经验 以前推爆二挂了 M1战车挂了 爱国泽归彈挂了 只要推进战场就挂 所以你只能保护大都市 俄罗斯没有 就是没有要攻击的都市 而俄罗斯丢丢丢炸弹 这种都市你可以 其他你根本无能为力 就是现在乌克兰进退为谷最重要的原因 好 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军 其实非常 它的整体的气氛非常非常的低迷 所以有再多的武器进来 现在也恐怕会能够帮助的幅度 大家也非常的提出质疑 我们继续请教总编 刚刚委员已经帮我们提到了 其实能源设施跟铁路 他们一直都是持续在攻击 尤其是铁路这一波 东部的地区 尤其70%都已经瘫痪掉了 接下来这一波战略攻势 您觉得影响的程度大吗 对于乌克兰来说 其实俄罗斯应该抓到乌克兰 目前欠缺的几个关键的薄弱点 首先在这个前线地区 刚才这个蔡伟源有讲到 其实说白了 乌军现在状况就是 失老兵疲 整个部队非常的疲惫 而且过去一阵子 你看到泽洛斯基 拼命向西方的领袖说 给我防空飞弹 或者反无人机系统 不断的呼吁 防空飞弹其实是 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过去我大概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认识一些台湾的学者 有一位他还曾经想尽办法 到乌克兰境内 去体验一下战场的状况 当然他没有到乌东 但他有到基辅 有到卡卡夫 也有到奥德萨 他说当时的状况就是 远离前线 似乎乌克兰 有些地方生活和造就 平常差不多 他也可以在基辅租车 这让我们很意外 但是现在想一想 当时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当时其实欧美大批的军援 它防空飞弹系统 包括我们熟知的美智的爱国者系统 还有德国的IRIS系统 甚至法国 英国都有给它防空体系 但打了半年左右 它防空系统大量消耗 因此它目前的防空系统 只能部署在重要都市 或者政军中心 比如说基辅附近 还有一些战略性的都市 前线部分 其实目前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 另外对于铁路 这种重要的节点 特别是物流中心 给予你强大的破坏 让你的整个 包括军工产业 你的运作瘫痪 你的民生也瘫痪 这个对你的军事动员的能力 生产能力 甚至民心士气 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知道 乌克兰境内 它主要的军需是通过铁路 我们可以看到 欧美公布的许多 这个运双甲车 运这些战争物 几乎都用铁路 也此铁路的重要节点 如果说被大幅的破坏或瘫痪 对它前线 乃至于一些军队重要的物流 都会产生极严重的影响 那俄罗斯就是趁目前 这个你有状况的时候 要你命 给予你最大的伤害 因此目前现阶段来讲 确实是乌克兰 目前处于一个 比较低谷的状况 当然乌克兰 对于说欧美的军援 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但不管是600多亿 或欧盟 或者欧洲愿意 军援的多少亿欧元的东西 我认为在物流整个受到大幅破坏 即使它的装备陆陆续一进来 但你能不能有效的快速分配到前线 目前会存在越来越大的问题 好 现在包括武器的生产 绝对是已经碰到很大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美国 其他国家的供应可能会上来 但是运输被受阻 这个都是未来最大最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 最近数周 除了刚刚总编 帮我们特别提到的爱国者 防空飞弹 这个非常重要之外 现在还是不够 美国最近秘密运送 就是这个射程非常长 300公里的陆军战术 长程的飞弹给乌克兰 针对此 有一个国家非常不高兴 北韩国防部的 对外事务的这一位 是军事事务局局长 在声明中就痛批 美国你秘密提供长程飞弹给乌克兰 是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 还有关切的 美国官员也解释 他说你北韩先前也提供长程飞弹给俄罗斯 所以我们美国才转念 我们也决定要提供飞弹给乌克兰 这番言论 请问严老师如何看 有没有五十步 笑百步的感觉 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美国要去跟北韩去计较 稍微有一点大国跟不入流的国家计较 有一点点贬低身份 但是讲真话 如果我们看乌克兰自己前线的军安 他们确实面临到一个状况 就是他们认为说 他们能够轰炸俄罗斯 跟俄罗斯轰炸他们的比例 大概是7比1 就是遭受的炮击什么等等 所以你要是没有这个飞弹的系统 真的是我们学政治 他们学军事比较实际就讲说 撤退溃败 我们叫转进 只好转 你不要让我笑 严肃的气氛当中 他们就只好转进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 泽伦斯基或者乌方就在等这个美国 现在通过 国会刚通过这一笔新的援助预算 那觉得像打了一个强心针 觉得有一些帮助 那确实 就是说今天北韩提供了 那可是北韩 其实我自己来看 我也觉得说北韩 他因为他真的没有打仗 他这些东西武器摆久了 也要消耗一下 拿出来做好事 他觉得是做好事也蛮好的 然后他可以再生产新的 那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 北韩等于是也给了一些吉思雨 然后来消耗 那我觉得美国今天应该 再去找他的一些盟友 没有打仗的盟友 看你们还没有库存都拿出来 然后以后再答应你们再补薪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消耗 我认为今天乌克兰这个战场 其实就是在西方跟东方 跟这个俄罗斯之间 这个在彼此消耗一些存货 然后看有没有新的东西可以进来 然后大家可以研判出来 未来新型的战争 可能更需要的是什么 但我觉得北韩 你也不必笑美国 但美国更不应该批评北韩 好 承接颜老师 帮我们特别提到的 不同的两股势力 其实现在在国际之间 不断的崛起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 除了美国现在在援助乌克兰之外 当然了澳洲加拿大也都加入 他们决定要加大 对乌克兰的军事上面的援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还放话说 如果是中国再次的协助 二打乌战的话 美方将会针对超过100个 中国大陆的企业 予以经济上面的制裁 刚刚我们提到的 现在两股势力在崛起面板上 手板我们也带您来看到 这是来自于金融时报所做的分析 英国金融时报特别点出 现在有一个新轴心 好 新轴心的组成国 这当中包括了有中国大陆 俄罗斯跟伊朗和北韩 一起来对上是现在另外一头 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联盟 两股势力在做斗争 而且我们现在要来观看说 两股不同联盟的势力 是否可能在国际间继续的扩大 而且越来越明显 委员怎么看 很多的媒体乱邪 这媒体就很不负责任 关键在哪里 关键说他们要把俄罗斯北韩 绑在一起叫邪恶轴心 问你在邪恶轴心里面互相不爽 很几率 像中国大陆对北韩不爽 这也是大家公开知道的事实 美方不敢叫中国邪恶轴心 不敢 我讲的是金融时报的说 新轴心 我觉得美国政府不敢 美国政府不敢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现在是在乌克兰的策略错误 想要找替死鬼 又找的东不向西不向 我是觉得 这些人干脆彼此摸摸摸下台 算了吧 不要再在这边混了吧 所以 为什么这两天 美国那个几个摇摆桌的民调出来以后 诶 竟然那个整天跑法院的川普还赢了 这让我很压抑啊 对 那一样的道理啊 现在 马克宏的那个 自政党帝王选举也输了 很多欧洲的帝王选举也输了 连德国那个谁 那个德国消枝的政党也输了 日本也输了 日本也输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就是你们这些当时骗我们去打仗 你骗老百姓啊 你出钱出力 我们来打乌克兰啊 就讲的没有一样是对的啊 对 而且还被乌克兰的责任是给骗了 对 所以现在已经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就要推责任 哎呀 就是我们两个集团对抗 谁跟两个集团对抗 是 中国现在整天双手一摆的 在喝茶啦 哪有跟你对抗 最近我们来关心乌尔 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4月16号 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进行通话 这是美中两国防长 已经将近17年 17个月了 首次的展开对话 这一次呢 我们来看到美中防长 讨论了台海还有南海局势之外 也聚焦在俄乌战 五角大厦对这一次的谈话前呢 对外宣称说 中国向俄罗斯出售的武器设备 已经激增太多了 好这当中他特别提到细项 有这些比如说机床啊 微电子光学 无人机 巡异飞弹技术等等 其实做了一个统计说 2023年啊 俄罗斯九成的微电子 他说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包括了七成的工具机也都是 那莫斯科就用这些设备 大量的提高他的军工产能 美国官员还说 现在中国大陆协助俄罗斯 提升他的国防产能规模 已经是苏联时代以来最多了 接下来美国有能力 来施压中国减少对恶的援助吗 等一下我们请专家解读 另外一头这场战争也打心理素质战 泽伦斯基快要撑不住了吗 我们看到他这几天吃醋啊 伤心啊 他不断的对西方喊话说 全世界都看到你们对以色列的援助了 乌克兰也需要啊 我们也需要的没有想到是直接 遭到白宫的官员科比回队 他说你乌克兰不是以色列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们要来看到美国的600亿军援 真的到得了吗 今天专家我们一次来做解读 先来看到这一场美中防长 三隔17个月的首次对话 美国能够施压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吗 大中老师 我觉得其实不容易 因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两年多 我觉得美国目前对于 而中国大陆的这个压力跟这个口径 是比过去更严格 我们回顾一下 一开始美国所要求的地方是 你不能提供俄罗斯军援 到了去年有个名词 就是大家应该也听到了 就是不能提供俄罗斯致命性武器 但现在它的这个专注的焦点变成 比较像是军民两用的一些科技 所以这里面所列举的 包括机场 微电子 光学 无人机 军衣飞弹 各式各样的飞弹的技术跟零件 现在被美国端上台面上 对中国大陆施压 但我觉得这样的施压 其实不会见得有效 因为我觉得北京的立场 还是踩得蛮稳的 就是说基本上北京的讲法是说 我们不会提供俄罗斯军事援助 包括武器弹药 其实如果说美国有这方面很 怎么讲很赤柔的一个证据的话 其实早就被摊在台面上 所以我觉得去年讲的 和前年讲的美国 比较是一种嚇阻性的 你不要做我仔细观看 如果有的话 我会在国际各个场合里面 各个重要的场域里面 把这证据传出来 也是做一个嚇阻 但基本上我觉得中国大陆 并没有踩那个线 它并不是直接提供武器 弹药 装备跟俄罗斯 但现在在这些领域里面 还有上面没有提到 包括5G 卫星技术的合作 还有一些人讲的说 如果是用来做战场上 来做运用化 那包括像挖掘机 怪手 其实美国也在顾虑 因为不管是战场上的运用 挖战壕 做很多大型的机台设备 其实都可以拿来做战场的运用 所以美国我觉得是 这个场合里面 美国一定会谈俄乌战争 一定会老掉重提说 你不可以军援 但现在的讲法真的比以前 来得更加的严厉 口径更紧 那范围限制更多 好 相较于这个美国硬要说 中国大陆有大举支持 俄罗斯的军工业 我们来看到乌克兰这一方 现在又是怎么样 乌克兰现在武器弹药 大家都知道 绝对是越来越危急了 所以总统泽伦斯基 现在也在继续的喊话 4月16号这一天他说 上周在缺乏防空弹药之下 乌克兰我们先是击落7枚飞弹 就后来之后只能任后续4枚飞弹 直接摧毁首都基辅最大的 这个发电厂叫做特里皮利亚 针对此我们来看到 美国又怎么回答 这位是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 他是卡沃里 他也向美国的国会提出了警告 如果说你再不批准 后续对乌的援助那么恶国 他说几周内 没有就可能用这个炮弹数量 是10比1的一个超级绝对优势 进入到对乌俄战争 而且这一场战争继续 就会到了一个决战 决定性的时刻了 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 现在防空弹药都没了 俄罗斯越来越少 俄罗斯飞弹 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打击 能够造成多大的一个冲击 请大千委员继续来帮我们看 就当然如果他的防空飞弹 还没有有效的补足的话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效果 一定会持续的扩大 那么特别是最近俄罗斯 是针对了乌克兰境内 所有的这个能源设施 开始进行全面的攻击 那么他某种程度 就是希望瘫痪掉 他们的能源供应 然后瓦解掉他们的战斗意志 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讲 我也不认为俄罗斯 希望打个天长地久 所以俄罗斯当然就是希望 在某种程度之下 以战逼合 逼着这个乌克兰尽快地上谈判桌 那么大家至少有一个 停战的可能性存在 但是现在这样的想法 其实跟泽伦斯基 跟跟美国的想法 显然不一样 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是玩上瘾了 他借着这场俄乌战争 他弱化了俄罗斯 他拖垮了欧洲 他自己赚得满满的 赚得饱饱的 不管是他的能源业者 他的这个军火商 他当然是希望在这个俄乌战场上 继续榨干到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利益 通通都流到他美国的口袋 那么对泽伦斯基来讲 现在如果停战的话 泽伦斯基可能他就要立刻下台了 先不管说他自己有没有贪腐的问题 泽伦斯基现在也显然不能够 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政府 所以他在不断的换来换去 把他身边的亲信 不断的在这个走马灯式的进行调配 那么就是因为泽伦斯基 自己的这个领导威信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不想 让这个战争结束 但是我要讲的是 泽伦斯基现在很明显的 就是在情绪勒索 就是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就是你有种去惹人家 你就要有种自己有能力 打赢这场仗啊 我第一次看到全世界 有这种国家领导人的 就自己没能力去打赢这场仗 又要去惹了这个旁边的这个邻居 然后惹完了之后 要去热索全世界 叫全世界大家一起要站在你背后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跟原因呢 所以泽伦斯基 当时如果不要去干这件事 大家有多少人对他提出警告 每一个人警告他多少次了 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不要去寻求加入北约 他如果不要做这件事情 现在就算俄罗斯想要打他 也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 所以其实泽伦斯基 在美国的怂恿之下 开始了这场战争 那你自己就要有能力 去承受这场战争的后果啊 你不能够回过头来 去勒索全世界 好像全世界都欠你乌克兰的了 就是麻烦是你惹的 然后大家要帮你去扛责任 这样的话说不通的 所以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 我就曾经说过 我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久战门外无朋友啦 就战了两年了 你还要期待全世界 大家上下一心 然后大家勒醒裤带 陪着你乌克兰共赴国难吗 我觉得这太困难了啦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炮弹数量 刚刚提到是10比1嘛 这个火力差距会持续的扩大吗 如大千老师帮我们看到了 这个接下来该如何演变 会怎么走 我想火力确实是会有影响 但是火力不是战场自胜的保证 从刚才大千年所讲 真正关键还是作战的意志 所以这里头还是存在了 有很多的变数 那在这个战场上交锋 毁其力 夺其空 都要硬干到底 那个都是大量的牺牲 但是上期时 硬生生把某一个时机拖垮 或者拖过 这个很可能到的是 最后俄乌战局 有这个就是翻转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就是 这个到底哪边看出来的皮态 显然是支持乌克兰这边 我们都讲施老兵痞 而且人家这个所谓的fatique 就是这乌克兰的这个叫做皮类 或者这个我们把它讲的施老兵痞 都是老早就已经呈现了 再加上了美国这样拨款 在这个国会跟行政部门之间的角力 我觉得这个今天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倒是有一点我不太同意 就是大千的讲法 说是责伦斯基就是把这个战争给挑起来 因为他不是他率先攻击 而是你制造了某些 就是说让这个莫斯科感到不安 所以从当年2013年年底的颜色革命 你后面的2014这个等于说2月20号 就是俄罗斯去夺取克里米亚 然后两个邦要脱离 其实这是一连串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收的 其实当年的明斯克协议 或者新明斯克协议 就已经有机会去收 但是这个真正把它往前推的是 华盛顿就是你千万不能停 你千万不能停 所以明斯克协议被破裂了 新明斯克协议也破裂了 然后对于那两个叛离的帮 那个Donetsk跟Luhansk 还是在继续在那边施压 所以才会到2022年2月24号的全面的爆发 所以在这个行星之下 这个爆发之后 那一周之内 他土耳其就出来要议和 所以今天泽伦斯基不是因为他挑起战争 而是不知见好就收 也就是说换言之 这个看到棺材了还不知道流泪 看到黄河心还不死 你怪不得别人 好 这个泽伦斯基要不要停下来 其实背后还有关键的美国 美国接下来要不要帮忙等等的 老师我想要来看到接下来美国 600亿答应他的援助会来吗 现在卡在众议院会过关吗 我觉得现在看 因为现在白宫释放讯息是说 他要看众议院提出的法案的想法 详细内容 他并没有打死说 因为现在传输讯息是 众议院想要拆解 把这个大的这个 这个900多亿的这个案子 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可能是乌克兰 乌克兰其实最有争议 第二部分是帮助以色列 大概140亿 第三部分是印太 跟台湾相关50亿 还有一些可能是跟 这个人道援助相关 那其实是参众两院里面 尤其是部分的共和党人 是对乌克兰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 去年到现在 拜登一开始的做法就是 捆绑 捆绑意思是说 你们都很支持以色列 也支持台湾 支持印太 要抗击中国大陆的威胁 但是我很重视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 拜登的政治上 已经跟乌克兰是绑在一起 包括今年的总统大选 所以用这个方法 最后是在参议院里面 还不错 60几票是三成 因为代表说部分的共和党 参议员是买账的 但众议院我们知道 有众议院议长是强生 他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现在才说他可以拆解 也是某种程度的浪步 拜登也要看 还有一个是在局外人 但很重要叫做川普 因为川普之前是最极致鲜明说他反对 无条件开空白支票协助 可能要给他在600多亿 他说这不是美国的优先力核心力 但他现在的讲法是有点缓冲 他说如果这600亿是贷款的 不是无偿的 他可以考虑接受 所以现在就看可能会拆解投票 我觉得白宫也没有说一定不行 但现在就要看 最后就是白宫一个协调 因为目前的我们知道 众议院里面 共和党是很微弱的多数 强生的这国会议长位置也不保的 因为党内的极右派议员 对他发出很多的挑战 那参议院倒过来是 参议院是民主党协微多数 但是这案子已经过 那目前就取决于 众议院外来讨论 跟白宫的一个协调 我觉得有可能会过 是 有可能会过 有可能会过 谢谢老师 大签委员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简短回答你怎么看 当然就像刚才大宗所提到的 那最终我相信 还是会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 只是说那个妥协的模式是什么 因为我刚刚跟张静老师在笑说 那个600亿的贷款 谁都知道他还不了这个贷款 那当然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平息掉大家的这个旗舰 的确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拖过这个时机 老师刚刚提到的 时机才是关键 其实拖过了这个时机 这笔钱就算到位了 其实对乌克兰的帮助也是有限 没错 好 谢谢委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商权崛起 小博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近战 全球发现先 未来 未来 未来